特別花了心思 去把這件錄影帶做了出來 它雖然不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我了了一番心 這不是真的嗎 這都是要刷給死人的嗎 其實基本上 我這還有什麼車子還有房子 你需要跟我講 我都可以燒給你 我今天如果再講 老公子講這句話 如果是潘若迪現在一直在 處於這種態度開玩笑的話 我下次就請那位當事者來抗息 曹憲明因為潘若迪借錄影帶不還 還說要燒紙紮給他 炒得不可開招 到底錄影帶是什麼珍貴內容 答案揭曉 二十年前潘若迪上節目比賽 當時演唱齊齊的啞口 曹熙平好心向有人借給潘若迪看 卻遲遲拿不回來 曹熙平氣得不行 決定讓影片主人出來說說公道話 我覺得潘先生你這樣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都有過去的 因為你在節目中太緊張了 所以破聲音 所以你在第一集的時候就被淘汰了 這個不是什麼糗事 也不是什麼醜事 原來這卷錄影帶的主人是林久登 曾經幫江慧和龍圈玉都寫過詞曲 當年也是參賽者之一 這卷錄影帶對他來說意義重大 很有紀念價值 這個是一個童年往事沒事的 所以呢這個錄影帶對我是非常重要的 拜託拜託 請將我珍貴的錄影帶還給我 曹熙平找來當事人出名作證就是要潘若迪 不要裝傻打迷糊帳他還留言 如果要還我錄影帶就請還給真正的主人 不要詛咒我更不要燒給我 自立行間看得出來 醜錫瓶還是怒火中收 兩人要和解恐怕遙遙無奇 這程序我孟廷台北倉文報導